红山茂,红山商场 没有来过这边 但是我感觉这些建筑物都好熟悉 红山好像是一个巴沙吧 这边 然后前面是吃饭的熟食中心 这边有一个福明熟食 是2022年的李奇林律登推荐的 进来我们就找到了 福明熟食 你看 这里还是蛮大的哦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边 这感觉有的什么厨师中心啊 什么巴沙啊什么建筑啊 多少都有点类似的感觉 红山的这一家昆季带的那个大虾排骨面 感觉也蛮特别的 4块钱起 因为闻到的这个味道好香啊 可以要一个豆花水 然后呢可以要一个干蔗水 可以加福明熟食 然后好像只有这个菜口果哎 老板给我来一个3块钱一份的吧 3块黑的白的 哪一个吃得多一点啊 边边是白的 白的 甜的是黑的 我要咸的 咸的 谢谢你啊 那要不要 要要要 哦 哦它是现场 那在这里吃呢 我们点的是小份的 等到 一桌 我们吧 奏起来的 可以见的 他们家菜小排有蛮多的哦 蛮特别的 哦 在打了一个鸡蛋里边哦 能看得到哎 他们家还有好多的粽子 肉粽 牛肉粽 小份的哦 蛮多哦 有点多了 老板那么钱 谢谢 可以带一下好啊 我带四口 红山熟食中心 这个是 胡鸣熟食的菜头果 这个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 菜头果 你没吃过 看到菜头果是不是 不是 它是有很多卖的这种的 有什么萝卜糕啊 什么那种类似的那种 然后呢 这个辣椒酱 给老板提前问我要不要放 我说要 然后它是炒在里边的 然后再放个鸡蛋 这是3块钱的 一份的小份的菜头果 我可能是之前吃过吧 但可能之前没有做过视频 我印象不是很深的 特别是这种的什么 刀类的这种啊 炒的东西 我很少吃的 所以说印象不是很深的 然后呢 再加了一份 温的啊 不是很烧的 豆花水放在一起配的 不是很烧的很好 不是这么烫的 没有问题 然后尝一下这个菜头果吧 这个里边的话 我只看到了有鸡蛋 然后放了一点这个辣椒啊 试一下 嗯 感觉便便的 应该手工那边有 什么萝卜糕啊 还有什么什么 卡式糕啊 什么的 应该就是这种东西 它这个叫谷啊 叫菜头果 这一家的话是 上了你青年币里 都能推荐了 2020的啊 真的 还可以感觉好像 就卖了几种东西 然后再就是菜头果 没有别的了 感觉别的了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多了 这边还有开业 说明他们家应该是 说明应该不错的那种 然后呢 卖的的话就是 卖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因为辣椒的 比较油一点 吃一个服务一点点的 嗯 嗯 焦一点的好吃 嗯 嗯 你试一下白骨费怎么样 嗯 你试一下这个 菜头果 一会儿就叫了一半 你在里面吃蛋的人吃 这怎么样 等一下一下 你看什么特别的地方 有点咸 甜 它就是咸的 然后黑色的呢 它说是甜的 所以说两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我问老板 我说哪一个吃的比较多啊 他的意思好像是 看你喜欢的味道 他就跟我讲说 白色的是咸的 然后呢 黑色的是甜的 我听不就这样吗 啊我说那我要咸 就马上吃一下 不完全是我喜欢吃的那种 可能因为是 看一下这下面的油 有很多油 但是很多东西的话 如果不油的话 可能是不香的 因为它油了 所以就香了 是不是啊 我也不敢说是中杯中鸡 这种的 但是我终于来 谁拿我东西了 好好吃一下还可以 但总体来说偏油一点 咸的我还可以 好像应该是放了一点什么 海鲜酱啊 还是虾酱的感觉 有一点点鲜的感觉 我就是有的了 不是咋的吗 可以啊 还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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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再加一点茶水的话 有点像广式的茶点子里面的 这个什么萝卜糕啊 我不太喜欢吃这个萝卜糕 我不太喜欢吃这个萝卜糕 多多呢 一百米 但是现在已经下午 半点了两点多了 第一吃 我们吃了以后 再来吃它的感觉有点 有点异的 那好吧 下一次饿的时候 是带你来吃哦 反正我还可以吧 要我再来吃的话 我会考虑的 但是咋子装满下来 其实这是这种东西的 拆脱骨 对于中俄北方人来说 还是口味的话 是特别好吃的 或者不错 没喜欢到这边 卡拉方嘛 那我们今天这个 铺山这边的餐店的话 我们这个小饭中心 食食中心 我们这边就卡拉 之后的话 那有什么美食的话 我们再过来 卡拉方吧 我们在这边再看一下 和西州这边的环境 还挺舒服的 因为这个 楼城这个调到高度嘛 还蛮好的 所以说感觉还不错 这边好像是好多家都是老店的感觉 嗯 好了朋友们拜拜 哈喽 说拜拜 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 红山美食中心 拜拜 你好逗哦